103.《蘋果日報》2007年8月16日報章 E.07名彩論壇G.G.西雨拜佐丁山地鐵站焗爐上星期五中午去飲茶, 出街放之風大,心想為何呢?風球將近解除拉波, 飲完茶,望客皇后戲院大電視, 哎呀,八號風球已掛出,急望返回公司, 執好東西叫秘書鬆人,怎知秘書好醒目的說, 未夠三點就走,下面得打雞塞門車, 地鐵站一定好多人,不如等多個零鐘頭先。 上落有道理,打電話給鄰居時, 喂,有沒有開車上班呀?走的時候車賣我, 鄰居、私、回報。 我的同事走到灣仔地鐵站, 見到拉閘閘,人頭湧湧, 進不到去,已經上回來了。 我趁機捉住他們開會,你等一個鐘頭先。 有人做司機,不怕等下。 半個鐘頭後,三點三十五分, 財務、私、打電話來。 為交通大亂,我駕住駕車過西水, 在那下道行不動,過洪水條車龍更壞。 香港好久沒打風咯,大家幾乎不記得如何應付。 一聽見八號風球就趕著返家, 忘記交通系統與道路難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制裁。 總之等到四點半,大道中竟然沒什麼車行。 鄰居、私、開車至灣仔來到Clubmanaco門口, 不用十分鐘,見交通感唱信, 大家決定轉上容器買燒鵝、翠華買魚蛋, 回家一起吃飯。 買完過西水,好快就回到家, 打電話比賽沒事, 他早一個小時開車, 竟然都是回家早幾分鐘車。 左丁山被輸就五點鐘才落中環地鐵站, 飛過一劫,因為次日看報紙, 三點多時, 那些中環奴在地鐵站內逼到臉紅耳熱, 有人焗魂,有人流淚, 每個局都新水新汗, 地鐵站的溫度高,以時常識, 遠在廖秀東推動政府機構內辦公室氣溫不可低過二十五度之時, 十幾年前地鐵為了省電費, 以將地鐵站內的空調調較到二十四、五度左右, 一年四季如時, 一旦發生上星期五下午的情況, 地鐵站內擠上幾千人, 而車站經理遵照守則, 不敢將冷氣溫度調低, 或者技術上不可行, 裏面的人群有何辦法不熱到好似焗鬆呢? 好多人讀漢之時, 大馬天文台, 甚至連拍布都罵一份, 罵你個颱風為何急轉彎, 去而復翻。 原來拍布是立桃園列治安尼文字, 屬理如,在樓多一陣間或多坐一會 拍布去而復翻。 正是名呼其實。